那麼我們知道其實 包括日本的五大電視台 像是NHK這些在內 他們都是東博的應援團 那麼應援團到底是什麼 那麼這一次我們的國力 這兩個字不見了 會是這些所謂的應援團 這些金主們的意見嗎 為什麼這些媒體只要一碰到 大陸這個名詞 或是這個國家的時候 他們突然就會變得比較多顧慮 其實故宮要到日本去的最大障礙 就是你要日本政府做一個保證 就是說完畢歸照 所以馮紀台就立刻動員 就是說親我們的日本國會議員 在日本國會看看能不能通過一個 這個司法免扣押的這個法案 這個法案它正確的名稱叫做 海外美術品等公開促進法 雖然沒有提到台灣這兩個字 事實上是針對台灣的故宮 要到日本展覽所提出來的這個法案 這個剛剛很湊巧 他通過的時候 這個法案成立的時候 是2011年3月10號在眾議院通過 3月24號在參議院通過正式成立 但是您知道3月11號是日本東日本大地震 所以剛好就在東日本大地震的前後 通過了這個法案 很多人都被東日本大地震 也注意到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但是這個法案一通過的時候 日本各個媒體就透過各個關係 跟我們政府聯繫就是說希望他們來主辦這個展覽 日本很多的大展覽 幾乎都是這一些媒體來主辦 然後再找地方去合辦 就好像我們聯合報辦一些墨內展的時候 會找歷史博物館一起來配合之類的 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當時他們東博 就是東京博物館跟這些媒體 到底是怎麼談這個分工的 我們不太清楚 但是這一次出現了兩種海報 一種是東博他自己印的時候 有加了國力 但是在月台上 在地下體的月台 聽說那些都是媒體去印的 那日本的媒體早然有這個恐共症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恐共症 我介紹一下 在1964年的時候 那時候日本跟中國都還沒有邦交 但是為了要日本記者去駐紮在北京做採訪 那是在1964年的時候 他們簽訂了一個記者的交換協定 這交換協定裡面有三個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不准敵視中國 第二個就是不准製造兩個中國 所以難怪會把我們這邊的國力就消掉了 第三個就是要促進 中日之間的這些友好發展 所以有這個不准製造兩個中國以後 所以日本就不敢 日本的這些媒體在報導台灣的時候 就不敢寫說中國或者什麼 不敢寫中華民國 也不敢寫國力 相關的字眼他們都要先把他避開來 對 所以這一次有一個國力這個字眼 他們就自我先設限 因為在過去文化大革命 有一些共同社報導的時候 結果就被驅逐出境了 到最後日本的媒體 在中國大陸缺席 所以在報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們就以為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真的是把文化重新翻轉的一次 事實上到最後全世界 大家都證明那是一次奪權的 鬥爭的時候 只有日本的媒體還在報導說 都是文化大革命